亲爱的波特兰,终于我们还是要互相说再见了 这注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夏天,过程很美好 但属于我们的篇章是时候画上句点了 该怎么回忆我在这里的时光呢 就从一个矛头小子的故事说起吧 2012年在一个大学待了整整四年的高龄球员 当听到名字响起了瞬间 我和波特兰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在第六顺位选中了我 我就会用所有的努力回报这里 无论是作为一名社区成员还是篮球场的队员 这里与我而言已经变成了家 我会记得发生在这的每一刻 灯亮球尽的瞬间,砍下高分的夜晚 都是我对波特兰最好的回馈 过去的11年那个穿着12号球衣的大个子 离开的方式同样沉默 还有我最好的兄弟 去往仙儿聊的那天 我们在这里留下的永远不会磨灭 以及和我同一天离开的努尔基奇 并肩的七年,我很感激 或许明天我会去往训练馆 拿走所有属于我的鞋子 看着他们拿掉波特兰的零号球衣 然后撕下柜子上的名牌 不知道那会是怎样的感觉 但我会试着向这座球馆的每一个人道别 我知道这是生意 这是一个对双方都好的决定 我要去梅尔沃基了 和MVP一起争夺属于我的奥布莱的杯 波特兰也收获了很棒的天赋 所以你们不能要求更多了 我和这座城市的关系依旧融洽 我也知道当我再回来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张开双臂 然后大声喊出 身高73,来自韦伯州立大学 七届全明星,四次最佳阵容 身批零号球衣 达米安,李拉德